我今年二十四岁 然后其中有一半的时间 五月天陪我走过了非常非常多 我生活中有一些很难度过的时刻 然后我希望我可以把你们带给我的勇气和力量 也传递给我的爸爸 我希望等他康复之后 我也要带着他来现场 再一次回到这里 给你们一起唱到八十岁 五月天回到那一天巡回演唱会 又要到深圳开唱 进行到歌迷最期待的点歌环节时 由一名粉丝透露 下个月即将捐骨髓给爸爸 希望可以电唱一首第二人声献给父亲 暖心的故事不只感动阿信 也瞬间让全场观众哽咽 阿信也跟乐乐留下联络方式 并承诺他和爸爸下次不用抢票 就能来看演唱会 还在社群发文祝福父女俩 都能展开全新篇章的第二人声 现在是回到深圳来的时候 你跟你爸不用抢票 要带他回来喽 阿哥哥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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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